俗话说,战败乃兵家常事。没有不失败的将军,也没有常胜将军。不能以胜败论英雄。在中国历史上,历朝历代都不缺乏名将。 秦有白启,王俭,王奔,蒙田。汉有魏清,霍去病,李广,陈汤。藏有李靖,李济,宿定芳,高先知,歌书汉,郭子怡。宋有岳飞,韩世忠,李清,孟贡。 宁有徐达,常玉春,李文忠,冯盛,傅友德,郭英,邓玉,蓝玉,西纪光,李成良,李如松,如相生,孙传平。清朝则是年耕饶,傅二丹,月中旗,左宗堂,胡林义。 虽说是名将,但也会有打败仗之时候。至于有些所谓常胜将军,是因为对手实力太差。 若是遇到和自己实力相当之对手,估计也会有失败时。例如,若是白起遇到李牧,水影也不好说。 从战争角度而言,名将战败可以容忍,但若是统帅大军出征时,因自己原因而弄得全军覆灭,则无法原谅了。 明清时期,徐达、傅尔丹,均为自己时代的第一名将,都曾取得辉煌之战绩,也都失了败仗。 不过,在蒙古重兵集团围攻下,徐达能够全身而退,一路回到燕门关。 王宝宝只能望徐兴探,后来还是被徐达继续追逐打。 傅尔丹则不一样,遭遇小侧灵堆多部三万骑兵伏击。 在和通伯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,自己带住三位名将狼狈逃回科不多。 那么,同样是遇到重兵伏击。 为何徐达可以将主力带回? 而傅尔丹却将北陆兵团带进了地狱。 先来看看这两位名将所遇到的伏击。 徐达领北域埋伏。 公元1368年秋,徐达、长玉春、李文忠等攻破北京。 袁顺帝带住一帮官员及其家属逃回草原,继续过住游牧生活。 此后,徐达不断向退居蒙古草原的北原政权发动进攻。 打得大将阔阔铁木儿王宝宝,毫无招架之力。 连老朝太原都丢了。 审儿于一战。 王宝宝十余万铁骑,一夜之间被徐达打残。 置身逃往河林。 洪武五年、1372年,徐达、李文忠、冯盛等统帅十五万大军。 从中、东、西三路出兵蒙古。 力图一举摧毁北原武装力量。 使其不再成为大名编幻。 其中,主力是徐达大军。 总计七万人。 徐达从山西燕门关出发后。 蓝玉便绿驻前锋部队,一路追逐蒙古兵打。 在土拉拉河,击败王宝宝前锋。 此时,徐达大军已经抵达领北。 由于一路获胜,明军士气高昂。 但前方却暗藏住巨大危险。 虽然觉察到危险气息。 但徐达还是下令前锋在步兵未跟上来之前继续前进。 终于遭到以王宝宝为首的近十万蒙古铁骑为攻。 不过,徐达沉住应战。 有序撤退。 明军虽损失一万余人。 但主力血安前回到燕门。 王宝宝几乎不敢追击。 富尔丹和通伯被围。 1720年春夏之际。 富尔丹趁住大雪上尉封山之时。 统帅巴西境旅,突破阿尔泰山口。 深入准嘎尔境内。 掳掠牲畜,破坏农田、草场。 极大的损耗准嘎尔战略物资。 刚关键的是。 富尔丹深入对手腹地。 却如入无人之境。 还大摇大摆地回来。 此战。 富尔丹明阳大清。 成为华夏第一名将。 而后便在喀尔喀蒙古练兵。 常年防备准嘎尔布莱西。 屡立战功。 雍正九年,1732年。 富尔丹决定再次突袭阿尔泰山口。 吸引准嘎尔主力回防。 为月中旗西路,突袭乌鲁木齐创造有力条件。 该年六月。 富尔丹留下6000路营兵,继续修筑科布多城。 1300余满洲兵协防。 自己则率主力一万余齐兵,往阿尔泰奇林路出发。 不过。 此战前期虽顺利。 但很快便陷入准嘎尔主力包围之中。 大军撤到河通博时。 蒙古齐兵从四面追击而来。 一场屠杀就此开始。 此战。 十四位都统计别将领阵亡或自杀。 北陆大军几乎全军覆没。 富尔丹带住三位副手狼狈,逃回科布多。 由上述可知。 徐达、富尔丹,军是当时之名将。 也都曾陷入敌军重兵团之包围。 但两者结局迥然不同。 徐达将主力带回燕门。 此后继续征伐蒙古。 富尔丹则几乎将北陆军弄得全军覆没。 狼狈逃回科布多。 旧新兴历史看来。 其中之原因主要有两点。 富尔丹虽是名将但和徐达不在一个级别。 这在撤退途中很明显看出。 名将对战争结局之影响显而易见。 有时甚至能决定战争的最终走向。 富尔丹和徐达,虽说都是明星时期的著名战将。 但其综合实力之差距还是相当明显。 不是一个级别。 富尔丹的成名战,就是1720年率八起净率突破阿尔泰。 深入准格尔境内,完成了既定战略目标,而后全军毫发无损地回到大本营。 不过,当时准格尔主力在抵御俄罗斯、哈萨克、吉尔吉斯。 内地基本都是些老弱病残,再加上输于防备。 富尔丹采取得如此大成就。 所以说,1720年的那场巨大胜利,或多或少都带有运气成分,而不是实力与实力的对抗。 此后,富尔丹基本上都是在喀尔喀蒙古防备准格尔,虽有战功,但并没有组织过大规模战役。 实战经验少。 1731年7月,小克林堆多部击败丁寿6000段后军,以及攻灭东西山梁上之科尔沁、索伦、达沃尔齐兵后,直接进攻富尔丹大本营。 此时,富尔丹居然同意小策灵堆多部一盒之鬼话,虽说自己也在抓紧时间备战,但却浪费了三天,错过了最佳突围时机,以制造成灾难。 反观大将徐达,这是从反抗元朝,剿灭各地割据势力,一路走过来的名将。 攻灭陈有亮、扎世成,以及辉师指导北京。 无往不胜,攻无不赫。 在以骑兵为主的时代,蒙古铁齐傲视天下英雄豪杰。 但徐达却在太原、沈尔玉两次大战中,几乎全歼蒙古铁齐。 王宝宝两次灰头土脸的跑回蒙古草原。 可以说,徐达之实力,与魏清、霍去病、李静、李济等属于一个级别,是当之无愧的国之栋梁。 1372年下,徐达孤军深入,在没有步兵配合之情况下,遭遇十余万蒙古铁齐为功,情势万分危急。 不过,徐达临危不论,镇定自若,立刻组织部队反击。 双方死伤相当。 而后,徐达下令大军就地扎营,一边撤退,一边有序反击。 直到后续步兵跟上,王宝宝虽然将徐达围住,但并没有歼灭明军。 自己死伤也不少,见到明军步兵到来后,也就不再追击徐达。 以免损失更大,甚至转胜为败。 得不偿失。 傅尔丹缺乏队友配合,使得小侧灵堆多部毫无顾忌的追击。 除了个人指挥能力之差异,队友配合之程度,也是两次突围结局9亿之主要原因。 徐达出击北援时,李文中、冯胜,也从东、西两路进军,为徐达掩护特异。 其中,冯胜、傅友德西路军屡战屡胜。 前锋进入河西走廊,蒙古骑兵,无不望风而逃。 李文中东陆军,也是一路高歌猛进。 千里突袭,后遇到围攻,也是死伤相当。 算是打个平手。 此外,徐达的前锋大将兰玉,并非普通人。 后来的捕鱼尔海之战可以看出,正因为徐达是集团作战。 王宝宝在遇到这么强劲对手时,或多或少都有所畏惧。 以致不敢全力追击。 反观傅尔丹,本来是应该联合西路军的月中旗一起作战。 何惜? 月中旗西路军,在巴里昆制战中,被小侧林堆多不击败。 而后在救援图鲁番时,又被对手牵住鼻子走。 像是,战马多有疲惫。 正因为如此。 当富尔丹北陆大军,被准格尔三万多骑兵追击时, 月中旗西路军,丝毫起不到牵制作用。 形同虚设。 准格尔克汗·戈尔丹特林,也正式看到西路军,已经疲惫这一点。 才放心组织北陆维艰计划。 总而言之,富尔丹在个人综合实力,以及队友协同作战方面,都远迅于徐达。 所以面对敌军重兵围困时,徐达全尸而退。 富尔丹却差点全军覆没。 所以,战争之胜负,与名将有关,与队友之配合有关。 团结才是力量。